哈囉,歡迎收看口袋證券盤前速攬 首先我們來看看美國頭條新聞 華爾街銀行恐怕會面臨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規模的監管改革 美聯儲副主席麥克爾·巴爾提議將新資本要求門檻 從7000億美元降低到1000億美元 並建議銀行使用標準化方法來估算信貸 這個舉動將使貸款機構必須流出更多的現金緩衝 而昨晚美聯儲官員陸續發表言論 經過投資人仔細審視發言之後 美國股市在謹慎的氛圍中小幅上漲 看到美股四大指數與台股ADR昨日表現 焦點個股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市值增加最多與市值減少最多的公司 以及近期重要財經新聞與全球重要經濟數據 看到台股部分 明日是7月第二週解散 加成指數今日開低走高站上周線 而周線扣抵直往下 均線變成月線下彎 周線有望上彎 從形態看變成糾結的走勢形態 值得關注成交量來到3000億 出現上漲有量 貴買相對弱勢 周月線準備形成死亡交叉 加成則是已經形成 大格局看加成還是相對弱勢 並且出現上漲無量的狀態 PUT ratio為128 昨日97.5 今日直接佔上100 選擇全位平倉16800 PUT增加8498口為最大變動 16700 PUT為最大位平倉 扣為17000增加2313口為最大變動與最大位平倉 選擇全最大位平倉區間為16700-17000 今日盤面可觀察 加權上漲多與下跌 而貴買則相反 下跌403加上漲323加 再看一下台積電 貢獻了101.62點 明顯是台積電撐起加權 藉由盤面感覺強勢 將中小股給打壓哦 投資人要留意手中持股屬於哪個指數 並且是否高檔爆量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 真正恩 搭配 搭配 明天見